大家好 欢迎收看挑战面对面 穿望新台湾 上个月底 在这个东京影展 两岸的代表团的一场口角真的让各界都吓了一跳 就是在这个华人电影逐渐的展露头角 同时这个两岸的交流其实是越来越频繁的今天 怎么会出现这么突兀的场景 实在是令人遗憾 不过了 当然这个危机也可能是一个转机 那么未来有没有办法让两岸的电影就互开大门了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呢 台湾呢还要主办这个金马奖 那同时还有亚太影展 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不同的活动 那么让台湾的电影产业呢 可以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挑战 东京影展上个月底在六本目热热闹闹的开幕 台湾方面包括豆岛 小天 许若萱都到了现场 台湾的这么多六部的电影啊 来参加你觉得看法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到了 虽然两岸因为误会而错失了走星光大道的机会 不过对岸在事后也展现了相当的诚意 我们爱自己的台湾 我们爱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 手足同胞 无论如何在电影文化的国度里 本来就不分你我 接下来台湾将在11月20号举办金马奖 12月4号又有亚太影展 两大盛会要向世人宣告台湾电影要给你好看 不过在好莱坞与宝莱坞的夹击之下 华语电影还有机会能够打出一片新江山吗 好不论如何了 我觉得现在的观众而言 其实电影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娱乐 或者是他们输压自己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台湾的电影 以及我们在国际影展上面的地位 有没有办法呢 这个去除掉这个所谓政治方面的干扰等等 介绍我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呢是立法委员 我现在应该叫他导演嘛 周首逊周委员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这个资深的电影制片 焦成平焦老师你好 春华好 观众好 第三位呢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也是影评人麦若宜若云你好 陈主播好 大家好 OK 好 这个三位呢都是跟电影有非常深的渊源了 我不管做立法委员做导演 都是跟这个电影有相关的 有相关的是不是 而且呢最近就是说这个你还要筹拍一部电影啊 简直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意外 但是我不是意外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周首逊其实从很长久以来 他的心中都有电影梦 对不对 跟你一样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 从20年前我们在中视做同事的时候 我们就听过这个周委员说呢 有朝一日啊要这个拍一部这个电影 好 那今天我们慢慢来谈了 因为呢我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东京影展 它变成的是一个新闻事件 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去中京影展 我接到邀请函 饭店也订好了 但最后一刻 因为现在立法院刚好在审 中央政府民国一百年的总预算 所以我们实在是动谈不得 所以最后一刻呢 我跟这个陈述官 陈述官就讲说 可能没有办法去 包括连那个新闻局的江启臣 江启臣局长本来也要去 对 后来我们两个没有办法 因为他要刚好有碰到国内有个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有人缺席了 不过有人呢正好是目击了一切 那就是我们的焦雄平 焦志作 焦志作呢 当时有出席这个东京影展 那么您是主要以什么样的身份 去出席这次的东京影展 我是代表那个观音山竞赛片 是由中国大陆和我们台湾部分合作 这个导演是李玉 这是十几部竞赛片之一 前天就宣布了嘛 得了最佳女主角和艺术贡献大奖 对 所以恭喜这个焦志片了 谢谢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任何的电影 这个获得了这个肯定 或者是呢 这个在艺术上有成就的 都是值得恭喜的一件事情 毕竟都是华人之光嘛 所以那天您走了绿地毯的吗 有 我们走到了 所以只有你走上了绿地毯 我跟陈柏林应该本来还有张爱佳 但张爱佳因为他有果实基金会 在台湾办事情 他完全赶不下 我们飞机搅很久 可是当时那个台湾团 跟这个中国大陆代表团 在吵架的时候 您没有听到这个 我们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们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们分两个房间 我们竞赛片在这个房间等 那个代表团在 这个所谓的观摩影片 在另外一个房间 但是中间我和导演两个人 去上洗手间 我们经过了中国代表团 那中国代表团 那个导演还说保护我 保护我 不要让他们看到我 因为那个代表团很希望 我们的导演去参加 他们的代表团走路 他说他不要 他要代表竞赛片 然后我们进了洗手间 就碰到中国代表团的居文佩 那居文佩 我在做金马奖主席的时候 他来走过红地毯 那居文佩就很大声地说 焦主席你好 我说因为这个美女谁 我不认得 然后他就说 我是居文佩 我说居文佩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因为真的有两年多了 三年了 那么出来呢 我们还碰到苏友鹏 我还跟苏友鹏说 刘三姐我看过了 焦老师就这样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 上扶梯的时候 其实是跟软晶天 还有这个 许若萱有吧 那天许若萱我没看到 我是跟猛甲主 一起上那个扶梯的 所以一到扶梯顶端 大家就分开 所以我们一直到走完 因为我们是压轴 所以是走到最后 就是刚刚您看到 那个史瑞克 那是最后一个 之前就是我们 我们走的走到一半 就听到后面狂叫 原来史瑞克到了 然后对 然后我们 史瑞克还是很受欢迎 对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们柏林也非常受欢迎 是是 陈柏林 陈柏林是蛮长 真的两边 都柏林柏林柏林 我都不晓得那些人 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但是呢 我们一直到晚宴 通通做完了 温谦渝也跟我们吃饭 还有旁边还有那个 渡边迁吧 都是反正很多大人物 那种晚宴 吃完之后走出来 然后大家才 那个西来湘往 讲好多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你才知道说 原来发生了 这么一个争执 对不对 那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是什么呢 觉得有点可惜遗憾嘛 就是说 其实本来是艺术的交流 对 我们原来是不太知道 这个中间的原因跟原味 回去看了好多视频 还好我们台湾电视的 这个传播媒介 真是无远佛介 我们在YouTube上 全部看到 看到以后才明了 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去检查 大陆的资讯 我们发现 大陆资讯 只有江萍的画面 我们台湾代表团所说的 任何声音都没有 然后这个 对外界的解读 我是看到很多面 外界的解读 像这个 这个 这个 中国大陆那方面呢 就拼命骂台湾人 觉得我们高傲啊 跟他们吵什么 台湾的人呢 就拼命讲 非常难听的 大陆 中国的 就是今天 好像心仇就恨 全部 大家在网友的 那个上面都发挥了 所以到最后 我就觉得 其实都是被资讯 被蒙蔽 资讯不是全面的 然后大家对于 这个事情 就有所误解 然后我觉得日本方 也是最无奈 夹在中间 那个 西村先生 他就很尴尬 因为后来看到 去跟中国代表团 道歉的是他 他完全无辜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们所犯的 最大错误 其实很多人 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都把他解读说 其实是一个 非常意外的 擦墙走火 他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其实是可以 不用发声的 因为毕竟两岸呢 这几年在电影方面的努力 他应该是 合作 多过于竞争 那如果把政治方面的 这种意识形态 或者带进来的话 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 可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并不太意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东京营展 我去过十几次 从早期开始去 对 这个营展是一个 他有政治的这种操控在里面 这很鬼调诡的一个现象 他早期是针对什么呢 其实大陆 中国大陆早期 自己本身非常经常 东京营展退团 我采访好多年 有一年蓝风筝 那个时候是大陆 因为这个是代表竞赛 后来得了 吕丽萍 得了东京影后 但是大陆不承认这部电影 所以那一年大陆团 整个退团 早期都是大陆团 自己在那边退团 那东京营展 早期很多像什么 牛振华 赵立荣 都是影帝影后 可是好 每一次我去 他们大陆总是有政治事情 有一次黄建新 导了一个电影 叫做 叫什么 打左灯向右转 他是讲车子 打左灯向右转 可是左右 就有这个问题 那中国大陆就不行 就临时到那边竞赛 说你要改片名 后来改一个 红灯停绿灯行 他们每一年 中国大陆跟东京影展 就有那种 改了这个片名就行了 是不是 就改了就行了 左右之分 他们本身在那边 很多矛盾冲突 早期都是 中国大陆跟日本这边 他们很多矛盾 中国大陆动不动退团 他们有人一来 他们一不符合 他们的那个要求 他整个团退掉了 那这一次刚好碰到台湾 我就觉得说 东京影展他本身 因为他经过这么多 当然我刚刚前面讲 他对中国大陆电影很有善 台湾电影后来到 后来我们台湾电影 串起之后 也受到主意 很多竞赛台湾电影 可是你就一路看下来 台湾电影后来 有段时间没落了 就是那个新导演就不行了 东京影展又开始 回向大陆了 今年好不容易有一个 这样台湾大举 进军的一个观摩展 是一个很少见的 他重新又把台湾电影的 这个绅士拉回来了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说 东京影展他其实有 吊诡的地方 他当时为什么要让 中国团跟台湾团 一起来再开幕 一起来硬碰硬 他如果很技巧一点 把这两个团分开来 譬如一个在开幕 一个在可能中段 一个在尾段 可能就不会发生 这种事情了 但是我刚刚讲了 东京影展他一路以来 跟中国大陆都有 很吊诡的一个政治的 一个微妙情节在里面 所以前一段时间 就是有人讲 钓鱼台事件 或者是不管船长的事件 可能影响了这一次 在日本方面的处理 所以我们听到 麦瑞这样讲 才发现说 原来我们认为 也许可以跟政治脱钩的 电影艺术 事实上不然 尤其是在东京影展上 可能相对 它是非常敏感的 不过电影 是非常迷人的一个艺术 所以就是为什么 立法委员周首钧先生 他今天要投入 这个电影的拍着工作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那么这几年的努力之后 我们参加了 这么多的国际影展 到底我们从中 学习到了什么 马上挑战面对面 我们下期待